马来西亚法屁如水晶脏演绎 有一个组别相当特别 它的名字叫做肢体组 这一组的演员不是来自于专业的背景 像是包括有学生 社区民众 刺激职工 但是为了透过肢体传法 他们克服了种种的障碍 而台湾团队也亲自来到了马来西亚 给予密集的训练以及交流 记忆我才开始演得这样子 师父讲说不够狠 可能会有根本情绪 在这个情况之下让你觉得 不知道怎么说出我的头 他们在表演上 当然跟我们所谓的专业表演 一定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但是我看到他们很用心地去诠释 他们原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 这是让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 第一次上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紧张很害怕 老师来了我们才懂 其实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去红发 而不是说拿来表演 拿来可能接演出 接cas 或者是一次性的结束 而没有后续的感染力 其实我觉得我的角色 是非常非常的渺小 可是后来也讲到 其实我们是在出版发过后 我才有那个力量 从我的内心发出来 又有三个天一世千八二十号 他这样一篮毁 我不晓得你们做得到 你们简直跟索性太好 对 我们还是要自己来的 明天一 穿河野兽 解析他 还可以 中文字幕——YK